三个三费的现在都已经在手里 还不错还不错 术士这边的话 我的意见是全力找山岭巨人比较好 术士宇宙树这边有带山岭巨人吗 他手上是 他套牌是没有山岭巨人 对吧 看到好像没有 他九费的话带的是加克苏斯大王 这边兵法的棋手是相当完美的一个棋手 所以这兵法好好打 刚刚几局都是很有优势的 很有希望的 这边直接战利品 工程学继续过牌 现在是要把伤害过上来 在能蹭对面血的情况下 今天要把对面血线蹭到20血左右 这边是要抉择什么呢 过牌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不至于打错 不至于直接点脸了 这边的话有大地的情况下是比较不错的 到时候等伤害牌过得差不多了 可以一波大地减一个费 是 比较关键的几张牌吧 红龙也算是比较关键的 大地是比较重要的 对 那这边的话直接上一个三费的小崔崇 强行占一波场 哇两个末日 先战利品 这里的话 战利品先捐掉 看看过一张他什么牌 虽然很有可能是继续要点 把怪点掉再上一个工程学徒的 这边还是得撞一下 哇冰箱 冰箱是增加一个回合数 是的 这边再过一张 然后点掉三一 我会选择点掉三一 这边是要上末日 但是其实对于术师来说 这边五费或者四费 并没有什么很可怕的随从 让你去交末日去抢这个先手 术师这边就可以直接空过了 这回合 对 术师感觉也很开心啊 我本来就没事情干 对 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做 挂 可以考虑先挂一个冰箱 这个末日没必要交吧 这如果要是再交 就有点 可能是新手 这边的话可以考虑 直接压一个女王 因为你空场的情况下 压女王是可以选择的一个 现在手里的牌 应该是有十张了吧 对 十张 对 所以其实还是要耗一下 因为毕竟你后期还要 还要去抽牌 别拉 别拉错是吧 拉错就有点给给了 最关键的一张牌 打宇宙术的话 如果你的雷诺 如果在对面红楼梅下的时候已经交了 那就可能比较难受了 是的 那这边要是智慧的过牌 可以选择挂一个冰箱 对 把冰箱也挂了吧 三费挂一个冰箱 这个强迫症很开心 所以费用用的很舒服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术师这边可能要会选择抽一口吧 抽一口或者可能会考虑上一个铜虚了 对 强行扔一张牌上去 看他这边是怎么抉择 其实没有什么可想的 因为都是一些用不出去的牌 都是一些功能性的牌 并没有什么战场的 抽一口 如果抽一个目光幼龙可能是比较不错的 或者是卡扎库斯的话也不是很想上 对 看到他手里是有一张目光幼龙的 这边先破一张拼甲出来 抽一口吧 要不然这回又空过 上544吗 也对 其实对于拼法 你打兵法来说 估计是对面是让你加不上多少血的 可以考虑上544 对 但其实如果抽一口上一个铜 扔一个铜虚上去也可以接受 他可能会想着说铜虚有更大的收益 对 他考虑可能是铜虚要 不光龙啊 或者是卡扎库斯啊 卡扎库斯 这边法师这边的话可以考虑扔一个学 学法吧 我去回合主管而争大地下去减费 是不是也没有捡到关键性的牌 对 只有捡到一张寒冰剑是没有必要的 可以把学法扔下去点一下女王 因为你可以把女王的血线修到一个暴风雪能打打死的血线 是 哇 这边直接下暴风雪啊 不想承受伤害 那这边树式这边 有点尴尬啊 只能抽一口 对啊 上一个铜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还得抽一口 现在目前尴尬的一个问题是树式这边希望 嗯 希望把女王送掉 因为下回他要考虑上螺丝了 嗯 我可能会考虑把这个女王保留着 下这回后动 动住女王我就不点她 嗯 然后呢 下点一下脸 下回后我会考虑把女王点掉 把末日送过去 对面上的怪直接送掉了 哦 这个打法我觉得 嗯 有点 套路有点深 哈哈 你看嘛 哦 因为这回合对面上了个螺丝 我就很希望对面我的女王还活着 你的女王活着 我可以把它送掉 送给你一个末日 是的 这里如果他现在再上了末日的话 就有点太被动了 对 这边可能考虑把学法火球交了吧 可以考虑把火球交了的 先把火球然后再点是吗 嗯 火球把螺丝解了 你可以慢慢打 其实大地数是可以下了 我觉得 嗯 不好下 大地这回合 就我觉得手里的伤害就不少了 嗯 其实空没什么用 这边的话我会选择 呃 无面加上一个爆金药水 嗯 直接把末日解了 末日解了以后 我们两个大螺丝在场上 这对冰法的压制率是比较强的 是的 因为毕竟冰法没有那么多伤害去解两个巴巴 对 对于然后解完了之后也差不多 伤害已经快交完了 是的 所以说这回合直接交两个 哇 上两个螺丝 随便轰哪个 轰掉学法也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一点法伤还是比较难受的 对 哇 这该不会是两个螺丝多打脸吧 这个伤害有点强了 一回合强了16点血怎么样 好快 这边的话应该是考虑 嗯 可以考虑上苦痛吧 苦痛点一下 因为你现在手牌 不足以一回合把队员叫杀 你必须要把牌过起来先 嗯 过到冰枪 过到寒冰枪啊 呃 寒冰枪已经过到了 过到冰枪 过到火把都可以 他现在呃直接撞掉 撞掉去找伤害吗 我可能会考虑 先打 红龙 红龙一喷的话 如果对面是交了呃 有雷诺的话 基本上就是 就已经就已经吻了 对 这对面想着 如果你手里现在没有下过大地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 吸掉 呃 吸掉 然后 18血还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他没有下过大地啊 18血 可以打死 18血是可以打死的 现在伤害没有 伤害 如果手上有寒冰剑寒冰枪冰枪冰枪 加一个狗头的话是可以打死的 他没有狗头 血法已经捐掉了 对啊 如果有狗头的话就是会死 嗯 20 呃 那个斩杀是血 422 422 呃 我算费用刚刚是 哦 这样的话是一个5加5加6加6 这边还是 一共是能打22点血 哇 接着他里把 把冰箱打出来吗 哇 这 这 又给了一回合啊 这回合我会选择大地接上火球 直接打脸 下回再考虑就是 大地接火球砸脸是吗 对 这回要考虑大地接火 哇 嗯 这回可以考虑火球直接砸脸了 嗯 那观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嘛 都就 我要现在告诉大家就是年后之后啊 就年前还是年后到时候我们带定 还有第二次报名就是如果觉得自己也是有这个实力可以参加的 也要等我们到时候直接通知就可以了 嗯 记住关注我们的创联赛的官方微博到时候会通知第二次报名的时间 那这边直接灵魂红吸吸掉 稳了呀 没有过牌 没有过牌下回合必须要抽到一张伤害或者狗头 再过一回合必须要抽到 还有一张火球 就其实手里有冰环但是这两个螺丝是不可控的 嗯 好就好在本人手里是有有有一个冰箱在手里的 对 这回合应该是大地 大地然后接冰箱 一个伊费的 伊费的怪再上一个冰箱 对 可以点一下脸 现在每回合的脸都是比较关键的 但是现在罚伤已经没有了呀 嗯 基本上是回合数是不够了的 嗯 狗头人还没到 手上的伤害只可以打 不够 二十二只能加 只能打到二十二 嗯 如果要是有法伤的话就好了 这边寒冰箭 不是 暗影箭剪掉 这边可以直接不动了 二十二血 从上帝视角来说冰法是基本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他只能打二十二血 一回合的话 过牌 如果来的张过牌的话 他费用是不够的 嗯 火把不够 火把 好 那我们恭喜中国矿业大学的毕泽鹏同学 干脆利落的拿下了第一局 呃 第三场的第一局的胜利 那接下来的话是 是法师他还剩下一个法师对吧 对 还剩下一套是火妖法打兵法 火妖法打兵法 这样的一个对局啊 是火妖法比较优势 嗯 因为火妖法打兵法的时候他有怪 又有法术 基本上 兵法是比较难打的 那如果要是盗贼呢 就盗贼打火妖法呢 也是一个 目前来说是个军事对局了 因为原先的贼的话他没有一二费 可能就比较吃力会被抢血 现在贼是有一二费 就看盗贼能不能过上比较快的牌吧 嗯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选择盗贼 因为我的兵法就基本上没有跑 跑掉给我 我会先上 所以我就已经基本上没有信心了 就如果上次冰选来说 冰选说如果要是第二场就是属于被动的局面下 就还是先跑一个比较难跑的 嗯 像对 我会的话 跑比较好跑的 因为我会 我如果赢了 我有个心理优势 对啊 能把对面的信心压垮 所以冰选人这么说 就是说如果我要是难跑的都跑掉了 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就已经赢了一半了 就很有把握了 嗯 冰选的思维就是他先跑难的 难的跑了哎 我就可能对面的也打轻松一点 嗯 但是是我的冰法估计现在已经应该跑了吧 我觉得是你冰法应该就跑了 冰法的话 现在来说目前版本冰法是比较弱势的一套卡组 可能比较吃力一点 但是我之前看其他的比赛好像冰法 就是在天梯中基本上是没有见过的 但是在比赛的 就是在各种比赛里面都会看到冰法的一些身影 嗯我天梯里面冰法估计一百局里面能碰到个四把四五把左右吧 嗯那是你打够一百局了 我是没有打够一百局呢到现在 比较难得的真的 我看到一个法师现在目前第一个反应是宇宙法 嗯 那么嗯还是使用的冰法 嗯是火妖法打贼 他选择了盗贼跟你的想法一样 火妖法打贼 对 先用一个比较好跑的一个职业来打 是啊 所以就最起码我自己心理上会有一个 会舒服一点对吧 就你最后一场你赢了就是赢了 输了就是输了对吧 骑手法力服务两肺 两肺直接斜叫女巫对吧 我可 或者是直接寒冰剑 看一下吧 看对面会 对面上什么 他对面什么都没有 这些卡手 那就斜叫女巫了呀 嗯可以考虑学叫女巫这回合 嗯 因为你现在手里有两个你总归不能点一个小后球过吧 他可能在考虑寒冰剑的一个问题 他不想对面直接解掉 但是对面是有可能 那如果要是你去打的话 我会叫斜叫女巫 因为正常来说 不会考虑那个问题 对 被刺刺骨可以考虑直接解 这回合是不能吃伤害 前期我们只要能 盗贼只要前期活过去了 中期有一波海的海 那盗墓匪贼战场战场以后有一个硬币抢节奏的 嗯 那么这里的话就不要去贪这个伤害 对 反正总归这个被刺是要交掉 交掉 是的 这个斜叫女巫就法伤肯定是要交的 但是一连击的话就看到哎这边还有个法力浮龙就干脆也一块交了吧 然后他不交 选择转刀 嗯 转刀的话你下回还是要处理这个法力浮龙的问题 对 他可能是考虑下回合我可以 哇 凹蛋 哎 这回合我可能会选择邪教女巫奥蛋 对啊 这个奥蛋是直接是打5的一个伤害 因为是法上打 法上有buff的 对而且法力浮龙又加了一攻等于就打了一个5 这个火药法被他打的跟兵法一样的节奏 因为火药法打贼还是一个强血的一个节奏 你看这回合如果你刚刚那回合已经交了的话 这回合的话又可以提脸 又可以提脸的话你手上的伤害是差不多能把盗贼抢死的 是的 那这里的话 邪教女巫然后加寒冰剑 对 但是这个寒冰剑的伤害就有点亏了 我觉得 刚刚应该是可以直接交 刚刚如果直接交了对面就逼不得已会司机带发加刺骨了 嗯 刚刚如果要上邪教女巫的话这一回合直接打一个火把也很舒服对对面逼不得已必须要处理这个些问题 哇 又来一个盗墓飞贼 这接着上盗墓飞贼 哇 这 必须要交此 古 吧 嗯 嗯 嗯 这边我会选择交一个火把火把直接解了以后我直接可以打六血 六血的话是七血七血还剩十八 还有十八血 其实对面的手牌确实挺也挺挺挺卡的这边直接硬币跳加基森 关键跳加基森以后你处理不了这个场面还是会被抢血 四季带发直接砍掉一个 刺骨直接解一个 看看能不能过上第二张四季带发是比较重要的 冷血 硬币再过一张 硬币接着过 这里该不会打算不过了吧 我觉得还是要 如果能过到被刺和其他的一些牌就可能 不过了 呃可以考虑 火妖加奥数飞弹 呃看看打的怎么样能不能把加基森 其实是不是可以直接火妖加那个 女巫 女巫巫师渠徒 呃这样的话是有风险 我们需要补刀可能会选择 它这边最好是火妖戒奥丹 全场呃能打6下 6下的话是有可能会把�宰剪掉的 7下 而且手上还有费用的话 还可以上一个巫师学徒 如果没打掉 可以用火冲来补刀 所以说这回合先上火妖是比较不错的 对 这里火妖的话 加奥数飞碳确实伤害也挺高的了 这边看到打 哇 哇 定位的 可以考虑上 它是想留一手 对 也可以 也可以接手 留一手 这这边又开始刷牌了 必须要刷了 这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 对面选择的话要解 解一个 够一张牌 然后直接交一个刺骨 打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伤害了 呃 这边的话我会选择火门直接打脸 直接打脸 对 下回合就直接叫杀了 可以直接那个巫师学到那费用不够 哇 你有个五四 下回合就火球 然后这边看到 因为因为 盗贼的话是基本上没有 没有加血的技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上 他手里现在伤害已经是够了的 好 闷棍 闷棍 闷回去 然后这边再贴一个对吧 嗯 贴一个冷血 贴一个冷血 然后强劲再过一张 但是手里闭 就是又没有四季大发 感觉没有什么用了 嗯 那我们这边可以提前恭喜了 不用提前 已经可以恭喜了 恭喜中国宽里大学的 毕泽鹏同学 也是一个干脆利落的 二倍零 嗯 嗯 那我们看到这边其实